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道 鲑鱼石酥意大利面 首先我们会有胡萝卜 胡萝卜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富含维生素A的一个食材 它能够调节呢我们皮肤的角质层 还有皮肤表皮的一个新陈代谢 对于降低细菌对皮肤的影响 非常的有帮助哦 胡萝卜本身纤维脂含量很高 可以帮助肠道的好菌长得好 其实啊生吃胡萝卜Gi值非常的低哦 平常建议可以切成条状给小朋友吃 当做零嘴 那也可以给减肥的族群 当做一个解嘴残的一个食物 那它本身呢对于改善视力也有帮助 烫熟的胡萝卜呢 它的Gi值会上升一些口味偏甜 孩子们啊通常会比较喜欢 但是如果本身真的不喜欢吃胡萝卜 也可以用蒸熟的南瓜来取代做这道料理哦 接下来用小黄瓜 小黄瓜是一款热量低水分充足的蔬菜 由于它本身含有维生素C的一个分解酶 如果跟维生素C比较高的一些蔬菜一起吃 反而会破坏吸收 不过我们这道料理呢 会将小黄瓜做一个汆烫 那汆烫过后呢 其实分解酶就失去活性就OK咯 接下来我处理的是紫洋葱 紫洋葱是一款花青树含量很高的蔬菜 它有助于捕捉自由基哦 同时它对皮肤也非常的棒 因为它有很好的木稀草树啊 胡皮树这些植化树 可以改善我们身体里面 因为组织胺过度分泌所产生的过敏反应 很适合有皮肤炎的一个患者呢 多多的去补充的蔬菜 那切好的这个紫洋葱丝呢 我把它浸泡在一个冰块水里面 接下来呢我们加热一锅热水呢 将小黄瓜还有胡萝卜做一个汆烫 通常在汆烫蔬菜之前呢 我会加一点点盐巴在热水里面 那盐巴的用意呢 是可以加速这些蔬菜的熟成跟软化 这样呢可以尽量的保持我们蔬菜的翠绿色的一个色泽 还有口感会比较好 那大约就是烫两三分钟左右就可以咯 那蔬菜烫好之后呢 我就顺势将这个意大利面 螺旋面呢放进去汆烫 就按着这个包装袋上面的一个时间做汆烫就好 接下来我处理的是小番茄的部分哦 小番茄其实它维生素A啊 维生素C的含量都很高 那小番茄它本身的切红素呢 甚至比大番茄还来得高哦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护肤的话 个人非常推荐可以多吃小番茄 那维生素C大家要知道嘛 它对我们皮肤胶原蛋白的合成很重要 可以让皮肤有弹性啊保水 也能够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合成哦 接下来呢我处理的是苹果 那在处理苹果之前呢 我准备了一个柠檬水哦 平常一般人会用盐巴水来阻止这个苹果的合变反应 其实合变反应一般人有 有些人还误以为苹果是含有铁质 所以会氧化 其实是因为苹果里面有一种多分类的物质 它确实经过接触到空气氧化以后呢 会有产生合变的一个反应 那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这个苹果好看的色泽呢 其实用盐巴水也可以 那苹果本身呢 含有丰富的植化素 像是胡皮树啊 前花青树等 对于想要抗癌或是减少过敏症状的人 都非常的有帮助 那接下来呢 我也就在处理这个鲑鱼的部分哦 鲑鱼我通常会用一些盐巴 还有黑胡椒来做一个腌制 我们用平底锅来做一个煎煮的一个动作 首先我们在这个锅子里放一些橄榄油 然后把这个切成块状的鲑鱼呢 放到锅子里面做一个煎煮的一个动作 那我会把建议呢 把这个鱼皮朝下 意大利面已经烫熟烫好了 我们就把它捞起来 放在浅盘当中做备用 待会我们要搅拌 可以使用 那鲑鱼的部分呢 我们在煎的过程呢 可以去注意一下 你只要煎到鲑鱼呢 它熟一半的这个高度的时候 就是它那个颜色已经变色 然后到一半的位置 其实差不多就是鲑鱼可以翻面的时候了 烹调上面 我们都会用一些盐巴啦黑胡椒 做一个腌制的动作 其实一般呢 我自己在家里面呢 我鲑鱼一般都是整片放下去煎了 我不会把它切成块状 那今天会把它切成块状呢 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鲑鱼食蔬意大利面的时候 我们待会要做一个搅拌的动作会比较方便 当然如果在家里 没有那么重视美观这件事的话 其实也可以直接煎好以后 再把它剥碎 然后跟这个意大利面还有这些蔬菜一起搅拌均匀 其实还是很好吃的 那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考量卖相 所以我今天就把它切成块状来做一个煎的动作 好这些鲑鱼都已经熟到肉的这个一半的高度了 我就把它翻面再煎另外一面 那其实鲑鱼呢我不建议煎到非常的焦黑才把它拿起来 很多人我发现他们在煎鲑鱼的时候都喜欢把它煎到非常的焦 非常的酥脆才把它盛起来 那其实这个过程呢 过度的烹调很容易造成一些油脂的一些过氧化的反应 所以为了健康也保有我们吃鲑鱼的这个好处 两面确定煎熟了其实就可以盛盘了 那其实我们盛盘以后这个热度呢 本身鲑鱼它还是会继续的加热熟化 我建议不要煎到那么的焦黑才把它盛起来 会比较健康 那接下来呢我们处理酪梨 酪梨呢本身又称牛油果 它的口感很像奶油 那我们可以把它表皮去除掉 把纸去除掉 那纸的部分呢只要用这个刀子呢 敲一下这个中间纸的部分转一下就可以拿下来了 酪梨呢是非常优质的油脂哦 它里面所含的都是好油 很多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然后也有丰富的β胡萝卜素 叶黄素这些营养 那因为它本身也是容易合扁的一个食材 所以我通常会比较后面来处理 那当酪梨已经切好的时候切成块状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这些蔬菜拌到意大利面上面 也把刚刚的苹果呢 我们把这个柠檬汁给它沥掉 也放进来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将已经浸泡过冰水的洋葱丝哦 一方面可以让它这个呛辣的味道呢 可以降低一点 然后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它的这个口感 那通常可以紫洋葱我们在那个生菜沙拉吧常常会看到 它非常适合生食哦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生食的一个蔬菜 那这时候我们也把这个紫洋葱放进来 还有酪梨放进来 那我今天用的调味料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哦 就是橄榄油 还有盐巴 还有黑胡椒粒 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香料粉 其实这不一定要用我的这一款香料粉 其实家里有什么香料粉都可以使用 那另外我有搭配这个果醋 还有柠檬 柠檬的部分呢 它生素C含量高以外呢 它有柠檬苦素 三奈芬这些可以帮助体内排毒 是非常好的抗氧化食物哦 那我今天准备的是大概一颗半左右 其实一颗左右就可以了啦 那我其中的半颗是想说 待会我可以弄一些柠檬皮哦 来增加这个料理的风味 其实一颗左右的柠檬汁就可以 我会建议可以多用一些白胡椒粉啊 黑胡椒粒啊 或者是像柠檬汁 都是我们在教大家怎么样去减少 柠檬的摄取量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调味料 所以我这边这道意大利面呢 我用了非常多的黑胡椒粒啊 还有柠檬汁来做一个调味 这样呢 其实就可以增加意大利面的风味 又可以减少钠的摄取量 那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当天气很闷热的时候呢 家庭主妇呢 或是家里面的婆婆妈妈们 不想要进去厨房里面呢 煮得满头大汗 其实这道料理非常的好哦 非常的推荐 你看他这道料理已经富含了 蔬菜水果 还有好的 还有淀粉 还有优质的蛋白质 所以还有优质的油脂 所以是一个非常均衡 而且营养的一个食道 一个料理 那本身对于想要抗癌 抗发炎 改善皮肤健康状况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料理的选择哦 这道鲑鱼食蔬意大利面 美味又简单 欢迎大家在家里DIY试做看看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DIY影片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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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